新竹市晴空會大樓火警 造成了兩名消防員殉職 市議員楊麟怡他質詢的時候 驚爆說有匿名人士提供了當時的無線電錄音 確實聽到兩個人 他們是喊了五次Mayday 更清楚的爆出他們的名字還有位置 這跟消防局對外的說法是完全不同 Mayday的同仁請保持冷靜 告訴我你的位置 楊麟怡就說了從12點10分17秒起 前前後後至少發出了五次 而在12點15分的時候 指揮官是終於收到了他們的訊號 有回覆他們 兩個人又明確地表明自己是誰 也說出了自己是受困在樓梯間 這跟消防局對外的說法是不同的 但是消防局居然在第一時間 他們是要求要徹查是誰外流了錄音檔 難道有不能說的秘密嗎 那消防局長李世公他則是強調說 錄音都有議文喔 一定會調查清楚 另外消防局也要釐清 為什麼兩個人的名字沒有在管制站上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給妳聽到 把它的聲明